我不想搞清楚我自己 你的那种创作就不自由了 可能的吧 当然在08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基金会找我的时候 要做那个展览 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也就创作了二三十年 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些作品 应该重新集中起来展览一下 这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新鲜和愉快的事情 我也想采取一种 我也想通过这样的 他们的一种角度 让我自己重新认识一下 我自己等于是 也一方面我也很紧张的是 我怕这种 重新的把这些东西 集中在一起 这种审视对我来说 好像有一种压力 但这个展览 我觉得是一种 很开放的一种感觉 而且尤其是 每一堵墙都有一些 特殊的这种空间 就室外的空间能进入 而且特别有意思 它是在 有很多的反射的玻璃 而且 让这个室内的这些作品 会映衬在那种空间 我还反而觉得 在这个反射出来的那些图像 可能比原作更有吸引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它好像 就是制造了更多的一种神秘的一种气息 可能是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造成的这么一种气氛 展览的策划过程当中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这个 就是如何比较全面的 而且这个能够把 一个艺术家的背景展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 比如说这些书籍 大部分都是有关 可能中国的文化的 这些介绍的这些书 那么这些书里面 可能法国的观众 他们看了以后 会更容易帮助理解一些作品 作品本身 可能这个还比较重要 就是如何和观众 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如何让观众更深入的 对这个艺术家 或者是对这个场地的这种认识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 能够培养出他们 更长期的 关注艺术 还有关注一个 美术丸或者是一个展览空间的 一种发展和变化 《Home》这个作品是因为我一贯的主题 最多是悲剧和喜剧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么在这个画里面 其实天鹅代表了一种 在我看来是一个美好的形象 用一种好像是一个摧毁的方式 来产生一种这种冲击 就是碰撞这种状态 给我这样的感受的原因 在我的成长的这种环境里 可能会经常碰到 我们所不理解的一些事物 比如说明明你觉得可能是 很不错的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会遭到一些 一些不同的这种看法 或者是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这种碰撞 或者是冲突什么的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画来 展示给观众 就是我想要表达一种冲突 之间的一种关系 这个作品其实我当时叫相互 就是叫相互 互相的意思 就是有一种相互之间的一种关联性 每一个 因为在我的这个文化的背景里面 集体和个人总是发生着冲突和矛盾 就是在我们的集体里 个体就消失了 但是个体似乎也是存在的 就是我们要是过于强调个体的时候 似乎每一个人都无法生存这种感觉 所以我是要表达一种 集体和个体的 这种矛盾的一种冲突的关系 艺术家过多的解读以后 因为我不是一个抽象的画家 比如说一个抽象的画家 特别能解读作品 因为他里面的内涵和内容 真的是要靠诉说来解决的 因为我这都是特别具体的 每一个作品我都自己在自愿去说 我刚才讲的这就是 对于有些作品来说 解读是 我觉得解读是更有趣的东西 就是他可以深入到 那个作品的背后的那种 一种触摸不到的一种感觉里面 但对于 有的时候很 我很有一个很具体的 这个文化的一个背景 又来自于东方 然后你又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里 你画的是一个具体的作品的时候 你一旦进入这种解读的时候 就容易变成 这画的写实的这个作品 很容易进入到一种 就把它变得有点世俗了 这样的感觉 给我的灵感 我一直画嘻嘻哈哈这种笑的 不是严肃 给人感觉很不严肃的这种 一种表情 但是正好可惜的是 我画这张画的时候 是因为我父亲刚发生车祸去世了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 对他的去世有一种 应该是有一种纪念的一种感觉 但是我画一直是这种笑的 我不知道怎么这个 结合这种痛苦的一种关系 但是我还是想画这么一个画 我们叫仙鹤 先和仙鹤西行 所以我画的是往西 然后带着愉快的心情 是不是就反正离开我 或者是拜拜了 这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这个天空在我的画面里 其实它可能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自由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天空是最自由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后面加什么房子 加什么树 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的心里可能不需要那些东西 可能需要的是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 对我自己的这种认识 有的时候也需要契机和 我不可能就是画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这种当画画的时候 这个意识出来的时候 我去分析 我去会分析 我说我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什么什么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就容易封闭住你的那种潜意识的流露 对你有的时候你就是一种不自觉的就选择了这种东西 而这种东西可能我觉得像像荣格说的 可能就是一个集体的一种潜意识 而且这种潜意识可能是埋得很深 它只是一种对一种视觉的 有的时候突然的一种展现 但是你一旦挖掘出来以后 你一清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你会回避这个东西的 你会下次你画的时候 你会有意识 哎呦我在感觉是不是 在画蓝天的时候就感觉是自由 我不想画这个 会会有的时候不愿意 可能不愿意挖掘自己 愿意让自己变成一个 稀里糊涂的这种感觉 可能更会深入下去 也许可能有的 我觉得我也挺奇怪的 就是可能是矛盾啊 或者是什么的这种 这种一直交织的 我最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不想搞清楚我自己 我觉得可能搞清楚自己 一旦你清楚自己的时候 你的那种创作就不自由了 所以我的感觉是 让自己更加的随意和自由一些 然后想到什么弄什么 然后相互之间没什么联系 也没什么关系 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 这种对于我来说 创作的那种兴趣就更浓一些 因为我觉得是 说不清楚神秘的什么 就更有那种吸引力吧 对于我来说 做这个事 你就好像人的生命一样 你知道要死 然后你老是想到 有一天会来 你会觉得这一生 会有挺无聊的 没劲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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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